究竟這群導演是否全部剪掉呢 但是最擔心或者最期待的那件事是 觀眾出來對那些女生的看法是怎樣 因為我其實今次將《全民造星》做女版 其實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其實是我心裏很不認同的事 最開頭 我經常覺得如果我要做女生 其實就會推我節目去死 應該不好看的 但是有一路的經歷告訴我 其實女生都可以有我們《全民造星》的特色那種熱血 我又很想告訴別人 就是讓別人看到這件事 所以我就接受這件事 但是在拍的過程裏 我又真的見到她那種熱血 我希望觀眾和我們一樣 一樣感受到 而不要用一般我以前看女生的方法去看她們 你會否擔心女生會和《MIRRORERROR》同意 給眼 就是擺明出來是給的 我經常覺得這個概念 就是你越多東西 越多火花 越多比較 其實越熱鬧 越精彩 我覺得我們共同的一個目的 雖然比較 但是共同的目的其實就是 令到整個娛樂圈更加豐富 更加帶多些東西給觀眾 所以不要緊要給 加油 我心裏面有淹底的 我以前就很偉大 我們一起做 反正外面就沒有什麼女生 比如我做經歷做經理人 我發覺外面的女藝人很少 當我們找一些年輕的女藝人 就發覺導演很難找到 那我就覺得 是時候做女團了 就是給大家多些選擇 但是當女團出來的時候 你問我有沒有淹底 我是有淹底的 就是當你發覺原來 找到我們的客人 開始說不如找女團 或者是有些拍攝的機會 大家說不如不要找MIRROR 悶悶地 不如找女團 那你問我有沒有淹底的 害怕沒有 害怕 但是 大家 我覺得這個比較就更加好 就是令MIRROR和ERROR 都可以繼續努力 知道 不是每件事都是奉紙有的 對於我們女生也是 有一個 就是她們很好的學習對象 其實先學了 然後我經常跟女生說 我們想辦法就是要超越她們 哈哈 怕不怕被超越 怕不怕被超越 我又沒有害怕過 就是 我反而有期待 因為其實 我記得 為何我有女團這個概念 是有一天我發夢 我旗下有一對女團 如果女團很紅 所以我很開心 我就推銷這條條 我想說我真的有期待 有一天的頒獎台裏面 原來女團和MIRRORER 是一起在台上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我真是老懷安慰 我也沒有怕不怕超越 我覺得 在這行裏面一定有競爭 一人有這個厲害 那時誰厲害 我覺得張國榮和譚文亮 以前都是這樣的 但我那時是樂團最豐盛的時候 我早開始看了一條片 以前SHE和五月天 他們其中一個頒獎來 當宣布組合金獎的時候 SHE是打了起來 誰知不是她 然後是五月天 但他們都很開心 兩班人就一起來 我覺得很好玩 整個感覺 對 對 你想想我 好像是你拿 對 下面 對 她不給我們 對 不給 女生不給男生 現在 就是我們 我們是獨獸保護動物 你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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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怕 要有就要有 都不關 男女生事 要有都不給你知 不是 我又不是很害怕 其實我不知道你害不害怕 我自己覺得MIRROR 都有這麼大力 拍拖也很正常 你說如果有一天 其實大部份我們都在拍拖 沒有拍拖 我有沒有機會拍拖 如果他們可以拍拖 我又不虧 但他們 我又想我不害怕 真的自己喜歡 你害怕 是害怕 因為我 有些真的很小 我覺得是 一種 希望他們成熟 處理到自己的感情 不要等自己難受 很多時候 還有現在 這些年輕人很成熟 不會像以前 又說拍拖會影響事業 沒有 你以為我和你嗎 是不是 我去其他老公一追我 我整天都不做 我一出街就馬上掃眼 我不是不想令他們漂亮 但在節目我們拍攝的時候 我們那件事的真實 有甚麼事 我們就馬上掃補機 即時拍 不如你先補補妝 你不要哭 先補黑妝 我過來拍一下 我們不會這樣 所以一定會有些醜態 還有我覺得 我自己真的很接受這件事 他們有甚麼醜 就是這個時候 這個甚麼都沒有 大家甚麼都不是的時候 就是醜 好 然後人家才會看到慢慢漂亮 怎樣漂亮 慢慢找出來 還有我覺得 喜歡看《全民造星》的觀眾 或者像以前《Mirror Era》的粉絲 都是因為 他們覺得他們的真實 他們的貼地 是令到他們有親和力 我不覺得女生 就要因為這樣 就要有這麼長的 還有他們自己其實都不會 他們其實 十幾二十歲女兒 有多醜樣 你以為我和你嗎 我也漂亮 對不起 我根本無法集中在做節目 是因為 譬如有時 他們有工作 或者他們在拍電影 你又要有人出去 但這邊又在開廠 所以有時我反而 我曾經和參賽者道歉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沒有 放了很多時間在他們 就靠我兵和導師 因為經理人和製作人 其實原來不可以同時間做 是 是 我的能力做不到 是 即是完結了節目 就會 可能鬆開口氣 專心做經理人 是 都沒有的 他性格是所有事情 他都會很上心 因為很緊張 所有事情 想做得最好 所以其實他人生是不會鬆開口氣 但我想告訴你 其實人生不鬆開口氣 不只是我的 我想下年你都不是好我很多 我怕我們的友誼 就從此就是這樣分開 因為我們很少見面 以慮望 是的 我只想問 接下來你會接觸那些女團 是 現在那個心理上 我從緊張到現在 真的闊出去 即是沒有了 本身的確有很多人 可能很期待 我們都是不停在這個節目上 找到很多 很多很有趣 關於自己的事情 其實了解我們自己 我想 當刻我們總脫賽 我們宣佈結果 最緊張的那些不是參賽者 就是你 因為下年的命運 將會在 強尼百口裡宣佈 我們的女團是 然後 就暈了暈 其實你就是揹著他們的人生 對他們負責任 這個很關鍵 但未定人生 是啊 因為我想還有很多考量 因為她是個 我剛才說她是 婦人之見 婦人之見 她是怎樣 她就說 不要那麼多個 我暈了 舉例 五個好沒有 她說 不是呢 六七八九十都挺好的 然後她又跟我說 不如你不要那麼絕 不要在節目裡面 頭的頭幾個是女團 有些走了挺好的 不如撈他們回來 那些 不停經常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可以 所以她都決定不到 而且我覺得對公平起見 而且我們想讓觀眾 也有份參與 所以我們想節目出了街 看下觀眾的反應 或者看他們 其實還有一兩次比賽 看一些參賽者的質素 我們才再決定 人數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